大家好 我是我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六角学院 来讲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JavaScript的 无极限是不是 系统好像是这样 那我的部分呢 我会讲JavaScript在LINE的 开发者生态圈的开发应用的导览部分 其实简单讲就是说 JavaScript 就是我们要开发LINE相关的应用的时候 JavaScript可以做哪些东西 大概注重在这个部分 好 那看一下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欢迎丢到那个slide里面去 给我让我去了解一下 这个slide 好 好 然后看一下 为什么我看不到那个 现在这个 好 那大家如果有 有听到我的声音的话 麻烦加音一下好不好 好 确定一下 好 这样我才敢继续下去 不然我都不知道 到底在跟谁讲话 OK 因为这个讲虚拟课程就是感觉就是 好像都在跟空气讲话一样 好 那我就继续下去了 好 那今天的agenda大概就多多两个部分 好 因为这个第一个部分是sdk导览的部分 就是lide 已经有十几 应该有十年的历史了吧 然后它开放API大概是这几年 应该有三四年有的部分 那它的可以做的东西已经很多很多很多了 那我会挑几个就是重点出来 大概要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说 我们在lide 这边可以做哪些东西的开发这样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要来 就是 来实作这个聊天机器人给大家看 如果说 大家愿意跟着去这个bottle去一步一步的做的话 也可以这样子 那反正就是一个 step by step的一个过程 一个很简单的 怎么注意简单的去建筑 建置出这个聊天机器人的部分这样子 好 那所以说它会是一个live demo的部分 所以live demo就是很恐怖 如果大家有看过别人live demo 如果等一下忽然觉得 哎 什么东西用不出来的话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先打个预防针 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 好在开始之前呢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为什么今天这个有这个机会来这边 看大家这个 聊这个lide 这个Giasquit开发的部分 就是建置这个lide的聊天机器人的部分 嗯 第一个本身呢 我是一个coder 就是我写程式写了很久了 很久了 很久的一段时间了 那也因为程式写的还ok 还ok呢 所以就获得了这个lide跟gde的这个名称 那lide跟gde是什么 等下再讲一下 然后本身也就是开发者 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我本身也很喜欢做这个讲 讲课的部分 讲解课情的部分 比如说这次的Costcup 到Costcup 各位同学有没有去 上礼拜的Costcup有没有去听 有的话我加个音音一下 Costcup知道吗 C-O-S-C-U-P 知道这个东西吗 就是开放 知道 对对 我本身也有在 知道很多 没关系 你们学程式啊 其实建议啊 各位 学程式最好就是要有自己要精进的这个 这个自己的这个打算 像Costcup 这个是一个免费的这个 活动 打在这聊天室上面 如果有兴趣查一下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这个东西的话 Costcup 这上面呢 就是他每年都会办一次Costcup 开源者的活动 他会邀请很多的这个DAS Mocom也不错 对对对 好 Mocom我也讲过两次了 今天不知道有什么机会 我不知道 但是Mocom之前 2018年2019年就讲过 那今年2021是线上的 不知道你有机会去讲 那时候如果 有一次我如果想 不小心又入选的话 这次是线上的 所以欢迎在 看我对工讯 做这个空气讲话的部分 好 那 回到重点 就是说 这位身为一个 对学程式有兴趣的朋友 同学 你像这样子的活动 像这样子的检讨会的活动 其实要多参加 因为你就可以 看到很多的大神 然后 了解他们的这个 撰写程式的一些方法 思路啊 以及他们撰写这些东西的 功用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的内容啊 什么的 就是多参加就对了 好 好 继续讲 好 反正回到重点 就是我本身很爱 分享这些内容 好 那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 LAE跟GDE的部分 LAE 拍的照片 那怎样的 怎样 怎样才可以去这边呢 就是因为我是 这个 LAE所认证的开发者专家 然后 下面这个 是Google Dialker Expert 就是 这个Google 所认证的开发者专家 然后这个是去矽谷 这个 矽谷 大家知道吗 矽谷知道 加一一下 好 你知道吧 矽谷就是 就是 Google Mailsoft 然后 这些 科技 知道你去过 这个 如果你有机会 成为GDE 就有机会去 没有 出不了国 所以也知道就知道 也只能知道而已 你去不了 出国就很危险 像 前两个月 在台湾就很危险 像可能 住在台北 就是热区 其实还蛮恐怖的 但是现在所有活动台都在线上 好 那 像 就是 讲这两个重点就是 因为 就是小弟 我本人啊 就是表心就是 因为成绩写得还不错 所以 有做一些申请的动作 然后让这个Google Handline就是认证为 这个开发者专家 然后就是 邀请我去参加这样子的研讨会 那这边提这个是 主要目的是说 让大家了解说 这个 因为这位应该都是初学者 对这个 技术 IT技术 程式这个 这个领域啊 可能没有 就是我待那么久 不要知道一点点东西 可以比各位多知道一点点而已 就是说 呃 我们这种技术圈啊 其实对于所谓的这个 呃 应该说大神嘛 其实也就还好啦 就是写成是写 稍微 比各位多久一点这样子 所以多一点 多懂一点东西 然后 也要 也很乐于去分享一些 我们写的东西 例如像个人就是有写这个 一些open source的专案啊 然后 然后也有些文件啊 或者是参加IT铁人赛 也是有棒的活动 那你把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啊 写的完整啊 清楚啊 然后分享给大家 去知道啊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资料啊 退层之后呢 就是申请啊 比如说你跟LINE 像我 跟这个开发LINE聊天机器有相关的东西 拿去 给这个LINE看过 review过 review过 他觉得你可以啊 然后再经过一些辨识啊 辨识的过程 然后就是 他如果最后过五官 不管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但是这样子的过五官 然后整六将之后呢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 这个expert的这个称号 当然LINE跟Google不一样的地方两个点啊 LINE是 因为LINE有台湾的分布嘛 然后所以 辨识部分都是中文的 那Google的话 因为是世界级的公司嘛 所以他辨识部分全部都英文 大概就差两点 所以 这个英文很重要 就是各位同学 就是 学程式之外呢 可能要把英文的部分练好 因为譬如说很多的这个API SDK刚刚出来的时候 大概只做英文而已 所以 英文的东西一定要自己 找时间去加强 这可能也是要跟大家去了解一下 这件事情 好 那这个是我2019年做的事情 2019年讲的这个30场的实体活动 所以都到处去拍照 然后 参与的人也蛮多的 大概2000位 然后也参访了很多国家 然后到了2020年的时候 其实也有讲好很多的活动 但是呢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肺炎 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所以这些活动都取消掉了 所以个人就是 呃 专注在这个实体 呃 线上的活动 所以也因为这开了线上活动的课程啊 所以 让这个我们的六角学院愿意 因为我自己个人 这两个连结 大家 如果有兴趣啊 大家可以这个 把 截图起来 呃 主要会 这个两个连结 比直接去这个 呃 我这个开课平台 去 去买课程啊 就是更划算啊 好 那就反正 反正重点就是说 我就是开了这两本课 那这个Dialflow部分呢 上一次的这个邀请有讲过了 就是讲这个智慧应用的部分 然后这一次呢 讲的是用JavaSuite 从零开始学 我是 呃 我这堂课呢是 呃 如果你的对自己个人的这个JS的部分 如果还不够熟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我是呃 边玩这个Lite聊天机器人呢 边学这个 JavaSuite 那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可能或许对各位来说 会更好入门一点 因为一般坊间的课程 我相信应该都是从网页开始嘛 对 从网页开始学JavaSuite 应该都是这样子啊 那我这两个课 比较不一样是从 这个Lite聊天机器人的角度 来学JavaSuite 好 好 再给大家五秒钟 记得要把这个扣钱 好 5 4 3 2 1 好 再回到今天的重点 今天重点就是第一个 我要讲这个SDK的部分 LiteSDK的部分 那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那SDK目前已经一大堆 这么多 那其实今天就是挑重点讲 今天挑重点讲几个 因为这一大堆讲不完 好 那再来 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来 这个不怕死的挑战 这个Live Demo 只做这个 连接系统的部分 好 然后下一个页 这会 等一下 大概重点讲五个 五个这个Lite开发的 相关的套件 第一个是Lite登录套件 Lite 或者说Live的部分 因为现在这个 Lite登录套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像这个BOMO购物网 它这个上面有很多 第三方登录的套件 那像是Lite的部分 它也有开放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就是Lite的登录套件 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用这个Lite所释放的 这个登录套件 去建置像这样子的 第三方登录的系统 好 像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有 就是 如果你有 有上众BOMO购物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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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用过吗 有上众BOMO购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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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话加个1 那有没有办法就是 建置一个像这样子的 这个电商网站 有这个能力的 加个10好了 他觉得 好 那应该 大家都还不行 好 大家出血吧 应该是这样 好 其实这样子 做这样子的电商网站 你第一步遇到的 就是会员系统 那会员系统呢 像这个 因为这个MOMO购物网 它比较久了 比较久了 比较久了 他们以前 做法都是 做一个身份证登陆的部分 身份证 然后再申请密码 然后自己做一个 会员系统的登陆系统 那其实现在 新的这个电商网站 或者新的网站 都会用这种第三方登陆的东西来做 那自己自己就不去做这个 帐密验证的部分 那这样做有好处 这有点题外话 跟今天没什么关系 但是讲一下好了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说 你就不用担心说 那个别人哪天 别人说什么 他的那个帐号密码流出去了 是不是从你的网站流出去了 当然不是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帐密系统 所以用别人的 这个第三方登陆套件 所以我就永远不用担心 有帐密流出的问题 这是一个投机的部分 好 那这个带登陆套件呢 就是来做这个东西用的 好 再下一个呢 这个 这是今天的重点 等一下晚一点会来做这个 Message API的操作 那Message API呢 他现在就是做这个 来开发这个Linebot Line聊天机器人 或者是说这个Line 现在就做Line官方账号 Line官方账号的开发 然后他也当然要收费 那收费的部分呢 是by 这个叫push API 这等一下我们再 做收费讲一下 这个push API跟reply API reply API是不用付费的 然后push API是要付费的 push API呢 500折以内呢 是不用钱 但是超过500折 你这个帐号就要付费 就对了 那等一下会介绍一下 等一下实作收费讲一下 大概reply跟push 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像这个 这个就是 微秀景城做的Line官方账号 他就是一个 这个label的应用 再介绍这个club club 是这个line 所出的这个智慧影响 智慧影响 大家知道吗 知道加个1好了 有买过的加2 都没有人买过 google mini google mini 或是小米印象 是知道吗 买什么牌子的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大家有没有 就是 有知道的话 你用什么牌子的 是小米的小米印象吗 小爱同学吗 还是这个 这个 market 主要迷你 主要迷你 一個 兩個 小孩同學沒有 這還蠻奇妙的 因為通常 小孩同學 通常我問人家 這位印象的 試占率 調查的時候 通常都是小孩同學 試占率比較高 也比較特別 那現在 這 這兩位同學 有買的Google Mini跟Echo 這兩位同學 你們現在還有在用這個 有的話 加二一下 沒有 沒有加一 有 那你們主要是拿來做 怎樣的服務 應用 問天氣嗎 很常就是出門的時候就問一下天氣 這樣子 或者是 小郭哥哥這樣子 硬實保全機還保什麼 喔 酷酷酷 這個也是很好的 這個方式 有他在創家電腦 好 好 那既然 所以我們今天 今天 我們今天50位同學 只有兩位 就是有用這個 智慧音箱 那我還是 大概介紹一下智慧音箱 是什麼東西 智慧音箱呢 就是 平常呢 你手機介面 你用手機的話 通常都是用這個手機介面 在操作這個APP 什麼的 對不對 那智慧音箱呢 其實就是用呼叫的方式 那以這個Google的名義來說 就是 你就會說 OK Google 然後再說今天天氣如何 或者是說 問他說高雄的天氣如何 然後 而且還可以follow up question 可以問說明天怎樣呢 這禮拜怎樣呢 然後其實這個follow up question 部分也是 大概這兩年有長途的進步 一開始還比較兩光 還不知道你指的是 同一個地點的這個 明天啊下禮拜 等等 那現在就已經都是做的比較好的 如果 大家同學如果 沒有用過的話 其實還蠻建議各位去就是 買一台這個 Google mini來試一下 因為現在都很便宜 就快快就有了 那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智慧音 智慧語音的應用 應該會是 以後的一個 一個 一個重點 那他也是可以用 像Google mini 也是用Jero screen來寫的 這有點在這個 制度行銷自己的部分 因為剛剛前面有講說 我也是這個GTE 那我的項目就是 這個assistan Google語音智慧應用的部分 那他其實也是用這個 Jero screen 可以做這個開發的部分 好 但是我今天還是 繼續拉回到LINE的部分 這個LINE的智慧音箱 這個叫Klava Klava 為什麼台灣都不知道呢 因為他做日文的 你可以點進去看 他現在目前的這個 開發的界面 就只有日文 這個日文的部分 全部都是日語的 連英語都沒有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就做日文版 你只能用日語去呼叫他 然後用日語去 撰寫這個 他這邊叫做Scale 叫G 然後Scale 也不是寫英文的Scale 它寫的是日文的Scale 但是 對 他就是全部都是日文這樣 那所以說 如果你想要開發Klava 像很可愛的這個熊大的Klava 熊大的智慧音箱 你就是最少 最少你50音藥會 50音藥會才有辦法去 做這個 這個Klava的開發 那其實他當年 他當年也差不多前年的時候 出的時候也說 說這個 就是說 明年就會有這個 中文版的部分 但是明年已經過了好多次 還是明年這樣 所以現在就 現在就可能就比較尷尬 尷尬一點 就是還是處於只有日文的部分 不過在日本的生態圈 應該還是做得很好 那在台灣如果想要開發智慧 中文的智慧音箱的話 可能就還是用這個 Google mi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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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 那開發智慧音應用 其實也不是只能用在 以Google來說的話 也不是只能用在 Google mini Google mini Google 智慧音箱上面 其實你可以直接 如果你是Android手機的話 直接OK Google起來 就可以呼叫你的智慧 智慧應用 智慧應用 好 在這個Broadchain Broadchain也是 Line Line 所 重點發展的項目 他們有自己做自己的 這個 區塊鏈的錢包 如果你對於這個 區塊鏈開發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 這個 使用看看 他們有些試用的版本 在上面有些試用版本 那因為我這個區塊鏈的東西 我比較不熟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實際談 這個Line 控制服務 好 最後是Line 那這邊呢 他這邊呢 等下你會看到 我等下進那個 開發的見面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就是一個 灰貼的部分 可是你還不能用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只開放給這個 Pineer的這個夥伴 就是這個 就是跟他們比較密切合作的夥伴 來做這個 這個Line Mini 的開發 那這樣有APP的意思 就是 過敏思議就是說 他希望 Line 就是大家 在開發這個Line Mini App的時候 可以像是有 App一樣的這個 使用前進 好 那這邊 因為大家不能開發 所以就 去多講這個部分 再來 還有很多其他的 還有很多其他的相關 一大堆 SDK 大概介紹一下幾個比較 另外幾個比較常聽到 叫Line Notify Line Notify 是這個發送服務 就是前面剛剛講到 Line Push是要付費的 但是Line Notify 是不用付費的 可是他有很 他就沒辦法像Line Push一樣 因為Line 是只用 Line觀光帳號 Line聊天機器人 直接發出來的訊息 但Line Notify 是藉由 Line Notify的帳號 去發送出來的訊息 所以他的訊息 比較沒那麼直覺 那另外呢 他也很多的東西 是不支援的 所以雖然他是免 免費的發送這個訊息 但是他有很多限制在 在Line Pay Line Pay Line Pay 大家知道嗎 應該大家懂Line Pay 有用Line Pay過 有用Line Pay過的價值 來看一下 不少 奇怪 那你們都只做五個而已 那你們其他人 都用現金嗎 現在這個時間點 現在這個時間點 一定用現金 不會覺得有點恐怖嗎 就是 一定用現金就是要數鈔票 對不對 鈔票要摸摸摸摸啊 那你很可能不小心就是 病毒就過去了這樣 好哦 也保險不到 好 OK 好 那現在看起來 Line Pay的市占領 在我們這五十個同學 當中的大概占一層 一層 沒有想像中的票 好 不管了 就是Line Pay他有開放API 如果大家對這個 Line的金融服務 有興趣的話 也是可以用這個 Line Pay的 服務來撰寫 這個 這個Line Pay的 就是Line Pay的交易的東西 這樣子 好 另外這個Line Social Parking Line Social Parking 其實也很常見 就是 新聞 新聞媒體啊 他通常在新聞文章上面 他會有一個轉發的部分 他通常會做兩個 一個是Facebook 另外一個是Line 那Line的部分 他使用就是Line Social Parking 他這個很簡單 他其實就是一個前端的 原件而已 那你把那個 前端的這個 余法給置入到 你的頁面裡面去呢 他就可以使用 就這樣子 在Line Paycom Line Paycom 這個現在有點退燒了 在前 兩年的時候還蠻流行的 還有什麼東西呢 他就是 一個實體的這個硬體 就是IoT裝置 然後他會 就像 早前兩年 這個 台北捷運啊 他有放這個 在各個捷運站 然後呢 你只要有手機啊 你拿著你的手機啊 經過這個 然後藍牙 重點是藍牙要開啟 然後經過這個 這個捷運站的時候呢 他就會傳訊息給你 他就會藉由這個 Beecom的通知 Beecom的通知 會傳訊息給你的手機 通常就會 就是推銷 最近有什麼活動啊 或什麼的 那這個Line Paycom 在台灣的應用 其實還沒有很廣泛 就是目前 也就是捷運站而已 但是我就是 前兩年去日本的時候 他們應用還蠻廣的 因為說我去這個便利商店 就日本的便利商店 他就會經過 然後他就發那個訊息過來 然後就講說 他這家便利商店 現在有什麼活動站 等等 那這個東西 在台灣雖然沒有很大的應用 可是 那時候在日本還 蠻廣泛在應用 那個時候 因為 兩年沒去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不敢說 現在是不是還這樣 因為現在 因為日本這個疫情 那麼恐怖 我看 應該也 可能搞不好收回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我只能說 前兩年去的時候 這個使用還蠻廣泛的 好 那最後講的是 Light廣告API Light廣告API 就是 這應該是上個月 上個月上線而已 Light廣告有聽過嗎 Light ADS Light廣告 就是我們在滑這個 Light的時候 他有一些頁面上面 都有一些廣告 有看到嗎 有看到加一一下 這麼少 有 有 講說他們廣告 其實他們這個 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Light廣告 的API 他其實 在還沒有正式上線之前 他沒有正式把這個 這個界面 小黃掉卡 沒辦法 因為這是Light等於收來源 好 就是他還沒正式上線之前 其實他沒有這個界面 可以去做 去做發送廣告的部分 他也沒有API可以去打 因為他們在那之前 採用比較封閉式 就是你想要在Light上面發廣告的話 你必須要 也是一樣 要有強力的合作夥伴才可以 不過他現在就是 有點在 也不知道學啦 反正就是跟Google廣告一樣 他現在就是有個界面 然後你可以 一樣進去那個平台之後 你可以去發送這個Light 在Light上面發送廣告這樣子 那 因為他現在有做這個 這樣子的平台出來之後 他就開始做這個API的部分 那有API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做這個廣告的自動 自動的去投遞啊 或關閉啊什麼的 那就可以省掉 就自動化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就省掉人工 就是去看啊 做關閉的動作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這邊我要寫一個 這個Google Ad Screen 一樣 因為今天的 今天這個系列課程的重點是這個 Java Screen的無期限 所以這個Google Ad Screen Google廣告 語法 這個是Google廣告語法 他也是這個Java Screen類語法出來的 他也是 用早前的這個Java Screen的版本 所寫出來的這個語法 這個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有老師講 那他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比較早 所以他 你們現在大家寫方詢應該是寫 就是LAT 然後F等於 然後雙括號 然後 箭頭 然後再兩個括號 但是他這個比較早的寫法 還是寫方詢 然後F 這樣子 然後括號 然後這樣 應該知道我來講什麼吧 他有 大家都有這個Java Screen的基礎嗎 有了加一一下 我不要講半天我都不 判大 沒有基礎 有了 有了 有 好 對 那他這個是Google廣告語法 是比較舊一點的 這個Java Screen的版本 所以說你現在懂的Java Screen 你也可以寫這個Google Ads Screen 那除了Google Ads Screen 還有這個我忘了寫出來 Google Ads Screen Google Ads Screen Google Ads Screen 也是 從Java Screen研發 也生出來的 那他主要的應用的範圍是這個 Google相關的這個服務 譬如說 Google Sheets Google Sheets Google Mail Google 什麼點點點點點 都有這個Google App Squid 可以去應用 那這個之後看 我們這個地方學院有沒有安排 老師來講這個部分 因為如果是以Java Screen 無極限來做這個 延伸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棒的點 因為 大家懂了Java Screen之後呢 很多東西都可以使 好 好 那等一下我們要來講這個LineAce GAPI的部分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因為講得有點活了 去倒水 那大家想要上廁所 去上廁所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來準備 就一步一步 這讓大家去開發一個 最基礎 最簡單的一個 這個LineAce GAPI的這個 聊天機器人出來 OK 好 那大家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 8點 8點5 8點40的時候再休息五分鐘 8點40 大家去上廁所什麼的 等一下我們就要準備來開發這個 聊天 LineAce GAPI的 好 休息一下 好 首先呢 我們要來開發這個LineAce GAPI給大家一個體驗 這個要做一個LineAce GAPI的起手是什麼 好 首先呢我們去找一下這個 LineAce GAPI的 可以把這個關掉嗎 可以找 歡迎把這個關掉 有問題是不是 好等一下我再一起回答好了 好 首先呢 我們先去這個 LineAce GAPI 好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LineAce GAP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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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第一個 我就慢慢做了 免得有同學跟不上 好 第一個 LineAce GAPI 第一個 好 然後點進來之後呢 因為我已經登錄了 你應該要登登錄 他應該給我 我先登出一次好了 重來一次 登錄 然後 登錄呢 第一個 你看我是日文的 大家應該是中文的 因為我就是把它改成日文 好 然後這個就是 他有登錄的介面 大家應該是 有個QR Code 來對的 因為我前面登錄過他給我自己做 有個QR Code 你就拿你的手機 那個打開你的Line 然後用那個 Line 找QR Code那邊去找他 然後再登錄 應該是登進去 進來之後呢 如果沒有用過他應該是空的啦 他會要你去新增一個Provider 因為他這個有很多的Provider在這邊 我因為已經有了 大家應該是按這個 有個Provider 這個按Create下去 我已經超過10個了 他最多讓你用10個了 10個Provider這樣 好 大家一下 好 那你QR出來之後呢 你應該會 順便點一個Demo進去 都空的 大家應該是空的 那你應該有一個QR New 吹到這邊 大家OK嗎 OK的話 輸到 打個2好不好 到這邊 好 然後 這個QR New圈按下去 好 這是剛剛前面介紹的 這麼多 這LineDocIn 就是剛剛說的 你要做那個 電商網站 做的這個會員系統登錄 然後這是等要用的 Message API的部分 然後這Klava Scale 就是大家講的 Line的智慧影響 然後這就是Line的這個 區塊鏈的服務 然後這就是 用不了的 用不了的LineDocIn 好 那我們選擇一個好Message API 好了之後呢 你就 這個圖片啊 可以換 看你自己去找一張圖來換 怎樣 這個就是那個icon 就是那個icon 然後這邊呢 名字就看你自己 就取一個 然後就說明一下這個 這個 官方帳號啊 這個LineBuds做什麼用的 說明一下 那就 寫一下 然後再來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選項 看你要選哪一個 看 主要是看這個 這個LineBuds做什麼用的 做什麼行業的 那我就 我就隨便選 這個 餐飲業都很慘 這邊選 然後Email就填一下 然後這兩個 這個是這個 是選政策 那再來這邊 它是選填的 就先不填 然後這兩個 就是 就去看一下 這個使用者的 一些宣告的 然後就OK 就打勾打勾 然後這樣 可以 然後就 我再跟你確認一次 沒有OK的話就打OK 也只能OK而已 然後OK完還有一個 這麼多 你看一看 大家看一下就同意吧 不同意也不行啊 然後就會幫你新增一個Channel出來 就是這個LineBuds的Channel 好 進來之後呢 就長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OK嗎 OK的話 用個3好了 再繼續下去 再繼續下去 好 好 然後這樣出來之後呢 他給我們的這個 等下會用到這個Channel secret 齁 然後我跟這個有個Message API 這邊齁 他有一個齁 呃 等下會用到這個齁 然後還有這個Channel 這邊我會用到這個齁 這邊我先按下去 好了 這個issue給按下去 等一下會用到這個 按下去 他就產生一個issue出來 欸 一個token出來齁 token是全帳齁 這個是驗證的東西啦齁 好 然後這個Pink有個QR code 你可以去掃它 用你的手機拿起來掃它 就是你剛剛齁 創立出來的這個LineBuds 齁 你可以給它掃一下齁 把它加起來這樣子齁 或者是用它的ID 然後給你的ID在這裡齁 這個去加也可以 我先把它加起來齁 讓大家看一下它會長怎麼樣 加一個 把它加起來 搜尋一下 好就是剛剛我建起來這個 按加入 才會叫出來 這個是 這個是Line它預定 預設的啦 預設的部分 會長這樣子 好 這邊 這邊沒問題的話 幫我按4 好 好 再來呢 我來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預設它在哪裡 好 這裡有一個這個LineOfficial Calculation 這裡齁 這點進去 它就另外再開一個Console出來 好 那其實呢 這Console 中文 這Console這裡齁 有一個設定齁 設定 這邊齁 這裡他跟你講說 我現在微後還沒用齁 等下微後就是我等下又 寫自己的程式用齁 然後自動回音是開起來的 然後加入好友也是開起來的 然後是聊天模式 這裡先介紹的東西好了 這個可以切換 如果按這個聊天按下去 我等下還在切回來 先跟各位講一下 按下去變更之後呢 它就會多了一個聊天的功能出來 然後你可以幹什麼呢 你可以去跟它聊天 沒出來 沒出來給它按一下 它就會有一個這個聊天的戒面 可以玩一下 這邊就可以跟它聊天 自己跟自己聊天 可以用在群組也可以啊 好 但是我這邊要介紹的是說 這個戒面發的訊息 我從這邊 所有發的訊息啊 都要算在Push API裡面 都要算在Push API裡面 都要算在Push API裡面 就是它 是要算在T-Fi裡面的 等下在寫程式的時候 會跟大家 講清楚一點 什麼是reprise或Push 直接發給大家看 可以這樣用 好 然後我把它關掉 關回來 這邊按下去之後呢 這個就是回到這邊 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 這個就不能這裡用了 不能用了 好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裡 這個主頁這邊有一個 自動回應訊息 這裡 剛剛是我們家好友的時候 它有跳一個自動訊息出來 就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好 然後呢 它這裡面的功能其實還蠻多的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稍微滾一下這個東西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說 你可以 建立一些訊息 然後 讓它去自動的去發送這樣 不過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部分 因為 這邊講的 這邊其實就是可以用這個console 用這個介面把你的聊天機器人給做完 但是我們是程式課程 我不是功能介紹課程 所以我還是要 對 手動回覆也是 反正就是 這個介面就可以做很多聊天機器的東西 但是我們今天 重點是程式 所以不能不寫程式 好 再把它換掉 好 然後 回到我剛剛設定這裡 這個標 這個 把 這裡回應設定這裡 這個 先把它停用掉 把它停用掉 停用掉 然後這邊再停用掉 然後我們打開 然後這個把它打開 ok 這邊ok的話 丟個5 大家是不是找不到 這位可能丟5 這樣辦下一步 好 這邊要關掉 好 這位後 打開 設定在這裡 好 那我就 回來這裡 回來 剛剛這個light developer這裡 Message API這裡 現在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讓他 我們要讓這個可以去回應訊息 藉由Message API來回應信息 不是藉由這個console來回應訊息 我們今天不是功能教學 我們今天是程式教學 我們今天是程式教學 這個 我們要來操作程式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用到這個 WayHawk 好 這WayHawk 的主要目的 是 讓Line這個平台 Line這個平台 再接收到 接收到什麼 接收到使用者發送的訊息 比如說 我這邊打一個Hello給他 的時候他可以 這個Line這個平台 收到使用者打一個Hello過來 他可以再打過來到我 等下要建置的這個後台上面 大家去做訊息的處理 好 所以說我需要什麼 我需要一個後台對不對 我需要一個後台讓他可以打 讓Line可以打API過來 所以呢這怎麼辦呢 通常呢 之前呢大家會用那個MGROK 經過MGROK的 價格6 MGROK知道嗎 MGROK MGROK 這個 這個大家知道嗎 應該 應該 知道吧 不知道就好了 不知道就算了 反正我今天沒有用這個 我今天要用的是 這個一個 結合這個後台跟這個IDE IDE在一起的東西 叫做Cortembox 這個 這個知道嗎 Cortembox 用過了價格7 好不好 都不知道 好吧 那就從你開始教了 Portembox 這個 Portembox 把第一點進去 點進去 因為我這個 我先登出好了 先登出 他現在有 你進來之後呢 你要先 剛剛那邊有沒有登錄 登錄一下 然後他現在兩個方式 應該大家有過帳號 用過 然後 然後 你就可以去登錄 因為我的已經那個 有Github 放在一起 大家如果沒有用 Github 就用過登錄就好了 登錄進來之後呢 他就長這樣子 那用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我們到這個Tembertate這邊來 這個 Reposit 這邊 是我開過的東西 好 不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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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大家應該是空的嘛 然後有一個 New Sandbox 按下去 然後他這裡有一個 有很多 Tembertate在這裡 我要開的是這個 Note HTP server Note Note HTP server Note Note 沒聽過了給我一個 530 8加9 好 讚 好 好 到這邊來 到這邊OK嗎 到這邊給我一個1 OK 好 我們要用Note HTP server 所以搜尋一下 Note 沒聽過沒尋過沒關係 就 就從零開始了 這個很簡單 用這個好處就是說 直接去找這個 這個Note HTP server 隨著一個好 按下去 他就幫你開了一個 這個 Note HTP server的這個 template出來 長這樣子 這個 這個是不是很像你們的 VS code 你們知道是VS code嗎 Visual Studio 是的話給我一個2 不是的話給我一個3 是 應該現在都是VS code 應該不會是Gebra 或是其他的 會Stone 應該不是吧 應該全部都是這個 VS code 應該全部都是VS code 因為他這個 他這個界面 其實跟VS code很像 有沒有 因為他其實也是從VS code來的 好 然後呢 他就幫你開了一個什麼東西 他幫你開了一個 這個寫成字的這個ID 幫了FORK 如果你不能編輯的話 這邊有個FORK 看一下 他就幫你開一個 FORK一個出來 好 那這個就 你就可以在這邊去 並且你的層次啊 或什麼 之類的 然後好處就是 他又幫你開一個 那個 就是SERVER出來 網頁SERVER出來 你可以把這個 網址啊 網址這個CALL起來 然後試一下到這邊來 看他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都一樣的 所以這樣子 我就等於 我有一個SERVER 在的 我就不用再用HORK 去連到本機端啊 什麼什麼的 好 好的 到這邊給我一個E 到這邊OK給我一個E 好 那應該可以了吧 好的話呢 這時候呢 我需要 什麼東西呢 我需要來引用這個Light LightBot 就Light提供的這個SDK 那通常我的習慣呢 我直接用官方的 我們去找這個NPM NPM NPM是什麼 NPM是Node的這個 泡電管理網站 這個NPM 這個給你去 這叫NPM 然後去找這個 Light的SDK LightBot的SDK 好這個 這個 然後呢 他這邊就有些 呃 介紹啊 教學的 這樣子 然後這裡有一個 有英文有日文的 我們從這個 這個開始 這個 這個 然後這裡就跟你講說 如果你要用這個套件的話 你要去裝它 然後我們直接到這個 這個 這裡來 這個來 這個 這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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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樣子 然後下面是說他的辦理扣 這個 先不要用這個 直接 告訴你各位 怎麼去安裝它 我們要安裝這個 LightBot的SDK 然後回到我們的這裡 來 關掉 嗯 在Cosebus裡面呢 安裝了兩個方式 一個是操作這邊 這是他官方的方式 然後另外一個是 可以再開一個特命 因為他這邊是教你下航面 對不對 這邊是教你下航面的方式 你可以在 這邊開一個特命出來下航面 不過我不建議這麼做 這個從這邊下航面 很常有問題 所以我直接從這邊 Dependence這邊 去搞剛剛這個 這個 加進來 這個 LightBotSDK這個東西 這個是官方的 我們就照它 好這個 這個 有一個這個的才是 它就引用進來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引擎裝 這裡 ok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需要用一個東西 這是Price 這個是 NodeJS裡面做這個 伺服器用的這個套件 這個 X5 把它按動進來 它就去安裝 ok 到這邊 ok給我個2 等一下 好 應該大家可以的 好 然後呢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這個 專方教學 專方教學 這樣子 還有一個Base Usage 就是一個最簡單 把這個LightBot 動出來的這個 教學 首先呢 我們要把這個 他沒有講 把這個Light的套件 引用進來 然後再來呢 我們需要兩個東西 剛剛有講 這個Asus Token 跟這個Secret 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Asus Token 在這裡 這裡 然後Secret在這裡 嗯 在這裡 好 來 整個Code就是長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答案 在這裡 好 這樣比較快 因為現在已經9點 我怕等一下 還有些困難排解 會有問題 好 所以呢 這邊呢 他會引用到 Spice這個套件 好 我們剛剛 這個套件 我們用這個套件 然後 引用到Light的這個 這個官方套件 好 然後 把這 這兩個東西 給加進去 嗯 就宣料出來 用進去 然後把這 Spice拍出一個 App的這個 好 這個東西出來 尋到這個東西出來 然後去 打來這個 Wahop的網址 Wahop剛剛有講 就是這裡會用到 嗯 這裡會用到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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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會用到 要把這網址開出來 好 網址開出來 然後 嗯 Light 用到這Light這個套件 做一個Middleway 就是 然後裡面要放個參數 是config 這個config 他要做什麼動作呢 他做一個轉頁的動作 就是說 當Light Light的訊息 Light的API打過來 Light這個 Light這個 什麼 Light這個平台 把這個 剛剛使用者這樣子 訊息 丟過來 丟過來之後呢 他就會 打到 打到這裡來 打到這裡來之後 他會轉頁的動作 但是他 那你需要 驗證 你需要這個S token 跟SQL去做驗證 確認說 你這個 你的server 你就是 真的是你寫的server 這樣子 然後他就可以 把這個 訊息給轉移出來 然後你得到這個 轉移出來的訊息 你才可以 去做動作 好 然後這邊就是把這個訊息 一份是這個 Light所定義好 帶著這個 Facial API 你的data所定義好的東西 就是裡面會包含的很多 就是剛剛這樣子 打過來的訊息 會在這個 request request body event 裡面 好 然後這邊我們去handle 去處理他 然後處理什麼 處理就是 他如果是個 他如果不是message 然後也不是這個文字訊息的話 就不動 不做任何處理 如果是的話 就 這邊 他這裡就 回復了reply 這邊就講了 這邊是reply 這邊你用的是reply 的這個message reply的API 去發送訊息回去 好 那就把它整個扣過來 整個扣過來 要快一點 整個扣過來 然後 扣到我們這邊來 然後這個要改掉 因為這個是不能用的 你要 你要去這邊 這個 先拿這個stoken 看 那這邊是直接明碼 其實 因為 記得等一下要把它刪掉 因為這個 我們這個cosenbox 他都是 開放的平台 所有人都看到你寫什麼 但是因為反正這個API 應該沒有 反正我們這個 來報也沒有網信用卡上去 所以 大不了被看到人 用 把他摩擺著用光而已 其實 順便講一下好了 這個 如果你想要在 Cosenbox裡面 去做這個secret key 的話 他這個有工具 可以讓你去弄 就是把這個secret key 也下出來 就是在這邊 取一個像這樣子 這樣的話 他也可以把它存起來 然後這邊就可以去引用它 用是 不過因為我下午的時候一直想用這個東西呢 他一直有Bug 所以呢我決定 直接明碼 等一下用不出來就很尷尬 直接明碼比較不會有問題 尷尬 這樣 大家還是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做 這個就是 你可以這樣子去呼叫 這邊還是講一下好了 Bugsters.env 然後點這個 你取什麼就用什麼這樣 就可以把他 理論上是這樣 把他 用出來 可是我下午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一直 弄不出來 所以我就決定放棄 這樣 先明碼 反正等一下 這個帳號做完之後 我就立刻把它刪掉 被他拿到也沒關係 好 這樣好了之後呢 我就整個這個 server就開起來了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呢 加上這個vhawk 他這個vhawk 把它貼到 貼到哪裡 貼到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 Message API這裡 好 這裡 Edit 打開 這樣子 加上vhawk 不要忘了 vhawk 這樣子 好 這樣子 好 OK 好 先到這邊 打OK嗎 OK 我給我個3 等一下 嗯 好了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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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vhawk打開 打開 好 打開之後呢 然後剛剛有個同學說 可不可以加入那個存儲裡面 可以 你這個把它打開就可以加到存儲裡面 這裡 這裡 這裡齁 要改成這樣 這樣它就可以加到存儲裡面去 因為這裡 可以下 我 這樣這個聊天機器人就可以加到存儲裡面去 好了之後我們就來試一下吧 試一下 好 好 不意外的 給我一個錯誤的訊息見證 嗯 好 果然不幸的被 我們的助教給嚴重 哈哈哈哈 怎麼有這個奇怪東西出來呢 啊 如果大家 如果正常的話應該 你打什麼呢 他就會 給你一個 嗯 嗯 一樣的訊息回來 這樣子 嗯 我怎麼做呢 哦 我貼反了啦 尷尬 好 哦 有了 哦 有了 你看開發者的差別 X的就是可以立刻的這個 找出問題 排解掉 哈哈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好啦 好啦 那我們 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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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塊的部分呢 這邊主要重點是跟各位講說 這個 裏塊 這樣裏塊回去 都不用付費 然後 那這邊呢 料理示範一下那個 復序有什麼不一樣 在層次的部分 復序 好 那在示範之前呢 我必須要知道我要發給誰 誰要發給這個人 發給這個人 發給這個人 這個 帳號 所以我需要先知道這個東西 就是他的身份證是什麼 他的身份證號碼是什麼 所以我要把這個 這個 訊息 這個 訊息給印出來 這個 裡面就包含了他的身份證號碼 好 不要想好了 謝謝 好 然後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Source 這個 這邊 我寫哈羅 這個 這個 裡面 包含的 他告訴我們是 什麼事情呢 告訴我們這個 是Message 是一個訊息 然後這Message裡面包含的 什麼東西呢 就是他這個 哈羅 直接傳哈羅 他沒錯 然後他這個 什麼形式 文字的形式 那重點是這個 我要的是這個 UserID 因為我要 用發送的方式就回去 所以他的UserID 這個Source來源是一個User 然後 UserID是這個 那等一下我就可以替我這個UserID 發訊給他 來示範這個 這邊 我寫在下面 這個 這個 嗯 來 點 Fush 點 F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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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Message Message 好 然後第一個是這個 來 第一個是他的身份證號碼 就是他UID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的訊息格式 我就直接把這個操操 操操 那就拔了 拔過來了 就看出來為什麼不一樣 那這個用這個 用這個 付掉這個PushMessage 他就要付費了 這個就要付錢 他就是500折以內 過500折他就不讓你用 就這麼簡單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一個 可以這個 各位的第一次標準機器人 好 ok 好到這邊 有沒有要什麼問題啊 好 有沒有有問題的話就到我們的Slide 那你們去 做一個發文 我來看一下Slide 好 都有成功了嗎 有沒有沒成功的 沒成功的再給我看 我們把寫在這邊 好 那我們現在來 因為剩20分鐘了 現在來 做這個QA的部分 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趕快到Slide來 問問題 然後我就趕快 跟各位回覆一下 兩個問題 好 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最近 為什麼Lightball成為一種趨勢 好 這個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是 嗯 這個 其實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個 我們手機啊 現在 呃 你有多久沒有安裝新的APP 啊 像我個人啊 其實我上一支安裝的APP 什麼 各位 記得自己上一支安裝APP 什麼時候的事情嗎 我其實有點想不起來 可是有的時候可能是電視訪告 可能打一個什麼遊戲 好像很好玩 就安裝一下這樣 啊 那進去玩之後 就不好玩就把生掉了 OK 所以我覺得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 安 APP安裝的 呃 進 成本啊 進度啊 對使用的麻煩度啊 都越來越高 所以呢 這個Lightball 為什麼Lightball 加Lightball有什麼好處 加Light 就加一下就好 就好過手一下 你就加進來 加進來就可以用了 台灣社交群體 對 好像是耶 上次吃 因為我們吃台灣社交群體 對啊 所以就是因為 APP的下載成本越來越高 嘛 有時候你 少一個遊戲下載 喔 50Mbps 完全就不想安裝了 對不對 有時候他 他雖然騙到你去少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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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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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比這個 使用的成本就是 下載成本就是 低很多 低非常多 然後 然後 第二件事情 就是 APP加入之後 你想要讓他加入 你的會員系統 讓他成為會員 就是 你又要叫他這個 除了用第三方套件以外 你還要就是 就是 會就是帳號密碼 然後驗證 然後又要發個 那個簡訊 把簡訊發來之後 驗證 很麻煩對不對 可是加Lightball有什麼好處 你加了之後呢 原則上呢 使用者同意 你就可以拿到他的這個 心靈 對不對 如果你是 假設你是這個 Pineer的 這個 合作夥伴的話 就可以拿到更多東西 然後 Email什麼都拿到 也不用那邊 一直叫指動者去 辯證 會不會很煩 對不對 所以說 Lightball就成為一個趨勢 主要是這個 取代APP的部分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好 請問 未來Light Mini App會下放到一般 Developer嗎 以及這個Light Mini App和LightLeaf 開發上有什麼差異 會不會下放到一般的Developer嗎 我不知道 這我沒辦法回答 就跟我剛剛在講 那Club Club剛出來的時候 就說明年會有中文版 到現在都 還在明年這樣 我個人 我自己有買台Club 到現在都擺在那邊 因為日語我也只會50英而已 所以 就不常用這樣 所以這個官方的事情 我就 我沒有辦法去待會回答 然後 這個Light Mini App和LightLeaf的 應用開發上有什麼差異 目前接收到的訊息是差不多 因為他都是去 使用這個網頁的套 的部分來做鑽形 所以你網頁寫得好的話 你的Leaf也寫得好 原則上Leaf就是Light前端的 開發套件 所以呢 這個Mini App其實就是 這個Leaf的再延伸而已 所以說你 你以後如果想要去 有機會去開發到Mini App的話 就是把這個 你們自己前段的東西 把它摸手一點 那以後去開發這個Leaf 所以這個Mini App 就也是無網的利 好 API回應信息跟在 Office上的聊天回應有什麼不一樣 API回應信息 所以你就剛剛 同學也可能沒有聽清楚 哈哈 就是剛剛講這個啊 你呼叫這個ReplayMessage 最大部分就是這個 ReplayMessage Manch 不用錢 Push API PushMessage 要錢 就這樣 最大的差別在這邊 最大的差別就是 要錢 跟不用錢 然後其他的你要發送 發送什麼訊息格式啊 你知道我那個 全部都是一樣的 有Line的工程師嗎 有Line工程師嗎 什麼意思 你是要跟我要Line嗎 說你想要我這工程師的Line嗎 是這個意思嗎 就不方便給 不好意思 請問 JS對Deliver的資源度和其他的語言 有差異嗎 有差異嗎 之前用Python JS對Deliver的資源度和其他語言 有差異啊 因為 因為NoJS 套件 可是我這邊我也不好意思 其實Python也有Python的套件 Python也有人開發 JS也有人開發 所以我 其實沒有辦法很確定說 用Python去寫聊天機器人 跟用這個NoJS去寫聊天機器人 在開發上會有什麼 很大的問題嗎 這我沒辦法去很確定去回答你 因為我都是寫家Screen 所以我都用NoJS這樣子 為什麼比較常見 用Python開發機器人 反而比較少見其他語言 這個我倒是可以先講 其實一開始先出的套件是NoJS 這我非常確定 一開始這個Line的官方套件 先出是NoJS 後來才出Python 為什麼你在台灣 那這件事情只存在你在台灣的問題 因為台灣的大部分的老師都寫Python 所以就Python的課程都先出 在台灣的部分 它有個課程先出的 可是在國外呢 並不是 你可以去找一下 這個是 我還蠻確定這件事情的 我想詢問有沒有Libar職位的工程師 有沒有Libar職位 有啊 其實這個還蠻 我還蠻常看到的 就是一些比較大的這個 比較大的這個 電商啊 其實現在都有專職的這個Libar職位的工程師 你可以去找一下 我還蠻常看到這個職位的 但是可能你Libar可能還要先寫一些前專 我覺得這個可能倒不掉 嗯 Libar的功能開發上如果以前後端區分的話 是不是主要都有後端開發 其實剛開始可能實際上也不是 因為現在有Libar Libar就是完全用這個前端套件來使用 最近許多Chapbar出現 State11 近期許多人在反映Libar訊息收費約會 請問這一點適逢被Libar造成影響 許多開發者奔奔跳家 適逢適逢收費又在哪邊 訊息收費的改變這個也是官方的這個 才能回覆 我這邊沒有辦法回覆 那至於這個 很多 很多的Libar 很多的Chapbar出現 State Tailgun 可是你要看 才是 那個占有率的問題嗎 因為 Libar呢 全台灣每個人都有 那State跟Tailgun 對不對 長輩應該都沒有 那為什麼他們 為什麼佳樂福啊 為什麼這個 一些這個 收益業啊 為什麼都是開發Libar 沒有去開發這個State Tailgun 很簡單嘛 因為 長輩都在Libar上 沒有在這個 State 上面 就是這樣而已 好 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有問題要問喔 沒有了 好 好 好 那今天 講這怎麼那麼帥 唉唷 這個真的是 我也真的是不知道怎麼回答耶 可能就是 我要講什麼 好啦 那 那大家如果在剛剛開發上面還有什麼問題的話就歡迎卡在卡關卡到哪裡 好 好 接個圖讓我知道一下我可以再幫你回覆一下 好 那看 都沒什麼問題的話 今天就這樣子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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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